在网路上面 那这个季刊的发行 其实是把我们每三个月 里面大概会挑出一些 比较重要的东西 做一些整理 那除了这个之外呢 季刊非常强调的一个东西 就是它里面的视觉化的内容 如果说大家先翻出来看 里面有一个 画三个折业的一个图 就是讲的是 这是年金的改革 因为讲起来其实 也是台湾现在社会运动 比较惨的一个地方 很多的东西都高度的技术型 比如说年金改革 大家一下子通通都听不懂 那我们这张图 大概花了一些时间 就是把大概我们写过 五六万字的报道 把它变成一千多字 然后用图片的方式来呈现 当然我不敢说它都非常好 可是我们会希望说 在这个过程里面 因为平面排版跟网页 有一个很大的不同 就是说平面它的限制 就是它的反面大小的限制 其实就是它能够发挥的场域 所以说我们要怎么样 用这样子的限制里面 去把一个复杂的东西 让大家看得清楚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目的 那除此之外 我们现在还在做 接下来的动作 就是说我们既然用平面排版 排出了这些东西 其实因为它都是用项面绘图做的 那也就是说我们已经拥有了一些 这个基本的元件 比如说有一些这些图片 文字的东西 那么我们现在正在想办法 把它转化成为 移动装置可以阅读的东西 比如说我今天把它 怎么样把它移植到 iPad上面 怎么样把它移植到 机会写前的地方 诶 可以了吗 好 没关系 怎么样把它给移到 不同的月底的媒材上 所以说我们在不同的媒介上 会开始去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然后 这个祭坎每三个月 初刊一次 然后现在我们得来征求放置一点 就是说如果说你觉得你有一个好的地方 譬如说你有咖啡店啊 有一个书店啊什么的 可以放的 那你大概会需要多少 或者是说你会经常接触到很多同学 其实譬如说我觉得 你这个班上也可以 就是 射当 射当 也可以 就是说 就是说 有吧 射当有吧 等一下可以 先去射当 好 就是说 就是说可以 那个那个有放置点的话 其实可以协助我们把这个东西给放出去 因为其实 平面的阅读跟网路上面的阅读 有一点点不一样 那现在移动装置的阅读 其实大概有一点点 借在平面阅读 跟我们以前习惯在电脑上面使用网路的阅读之间 有一点点在这个中间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找这个连财的特性 所以其实我们也在找这个连财的特性 是歇七号